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 从LK99韩国这个史文超导研究的爆火 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大家,包括我在内,一直有个疑问 为什么韩国他们的国民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这么冷静呢? 这也是我们怀疑他们造假的一个原因 因为韩国人肯定最了解韩国人嘛 他们也怕,因为这个事呢,让自己的名义受损 你可能会这么想,实际上呢,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是韩国的超导与低温学会 他们的网站上刚刚发的声明 那这个网站呢,因为发了一系列声明 结果流量过大,关了,崩溃了 现在我不知道打开了没有 就在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刚刚哦,韩国这个超导和低温学会啊 成立了史文超导体验证委员会 这个研究啊,由首尔大学物理天文学会金昌勇教授主持 根据透露啊,目前呢 成军管大学和高丽大学实验室呢 都在进行这个复线的研究 那这个学会会长啊 就韩国工程大学能源于电气工程学教授崔靖达表示呢 如果得到证实啊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我们决定呢,提供 该学术界验证委员会的审查的信息 随后呢,就要进行验证研究 这是官方的验证 哎,官方验证完了 其实就给你要盖棺定论了 行还是不行 所以这个网站啊 一发这个消息 就因为流量过多就关闭了 那目前来说呢 这个网站谈出通知啊 验证委员会内部啊 他是一致认为呢 他不是个超导体 目前来说啊 所以现在呢 这里边可以说一波三折 那我们对于冷静的韩国人 觉得他们有点不可思议 你怎么没有一点民族自豪展的是吧 这个事反正说起来呢 倒是中美的科学家 大学对这事情呢 还是表现出相当的热度了 这里边啊 其实啊 有一个特殊的验证 就是采用这个理论来验证 你比如说啊 在呃 验证的这个论文里边啊 对LK99啊 他的早期论文啊 他对潜在的机制 就是超导的机制 理论解释的不完整 所以很多的其他的这个高校啊 大学啊 包括中国美国的 就对他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啊 这里边呢 都用到了什么呢 密度泛函理论 那对于我这个微积分学家来说呢 在我和谷歌巴德 坦白真诚的沟通了 半天之后 我彻底放弃了 我不想研究这个密度泛函理论了 我是学不会了 但是这个意思呢 我是明白了啊 有这么个理论 叫密度泛函理论 简称叫DFT 应该叫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是吧 它是一种啊 研究多电子体系的 电子结构的这种量子力学的方法 那密度泛函理论啊 在物理和化学上呢 都有广泛的应用 特别是用来研究分子和凝聚态的性质 是凝聚态物理和计算化验领域 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我也就说到这了 再往下的 无论是微积百科 还是我找到资料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想想吧 我们上学学微积分那个年代 偏微分方程啊 什么的 我们用的是 我印象中64K的内存的苹果电脑 做一个有限源的计算 花了两天 是一周的时间 忘了 最后我们都是抄的作业 抄的学霸的作业 所以这里边啊 我们就不多讲了 但总归来说呢 中科院沈阳金属实验室 我们前面讲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 还有维也纳技术大学 以及新加的克罗拉多 波尔德分校 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呢 他们呢 都对LK99的这个理论进行了研究 一直认为啊 这种理论对于史文超导性呢 是有帮助的 有的呢 还表示了极大的赞成 并且呢 丰富了原论文的 这个一些 这个不足吧 可以说 能看出来啊 LK这两位兄弟啊 做实验可能是一把好手 但是呢 在理论研究这块啊 和这些名校 和这些其他方面的 没准各有各的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差异吧 所以这方面呢 理论研究这块呢 从计算机模拟分析来说呢 已经有啊 起码爆出来的 有我们讲的中科院金属材料所 是吧 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 维也纳技术大学和克罗拉多大学 有四家大学和机构啊 已经对他的这个理论 进行了 计算机的模拟 并且得知得出了一个正向的支持的 这么个结论 所以现在呢 可能啊 在未来几天 可能会有更多的 实验室啊 会加入到这个验证里边 讲到这儿啊 实际上呢 这个有人在推特里边各种恶搞啊 其中的有一幅画 又被大家拎出来了 这幅画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 有没有印象 怎么突然转到艺术来呢 这幅画是很出名的 它石都会浮起来吗 其实这个画和我们现在的主题 就非常像什么林灰石之类的 它不就是块石头吗 它怎么就能飘起来呢 这幅画是 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 雷内玛格丽特在1959年 完成的一幅这个布面的油画 那这幅画就描述了 一块漂浮在海上的这个大岩石 是吧 顶部呢 是一座石头的城堡 当时啊 玛格丽特的朋友律师啊 兼作家叫哈利托尔奇纳呀 委托 他创作了这幅画 并选择了这个主题 简单说 这相当于是一幅命题作文 这幅画呢 与这个玛格丽特和托尔奇纳的信件 一起陈列在耶路撒冷的 以色列博物馆 这是一对好基友 他们之间的联系 你帮我画一幅画吧 我就帮你画出来了 所以这幅画是 玛格丽特描绘石头的 几幅著名的作品之一 那石头啊 是在二十世纪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 比较常见的主题 那这个作品啊 是受到一个法语表达的 我说不好这个句话呀 我念不出来 就是西班牙城堡的意思 受到它的影响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不可能的梦想 比利牛斯山大家知道啊 它是沿着法国和西班牙的 这个边境啊 在延伸 那么这幅画也是 这个玛格丽特被复制的 最多的画的之一 所以呢 我们用这幅画就是什么呢 不可能的梦想 史文超导啊 对于我们来说 在不久前 我们来说 那就是一个 不可能的梦想 但是现在啊 它逐渐的接近现实了 你看看 是吧 起码它一定的抗辞性 已经表现出来了 已经有 起码到目前为止 有中国的三家 大学已经做出来了 微微的材料 并且有一定的这个 史文下的这种抗辞性 那它超导性的还得要被逐步验证 所以呢 就像比利牛四山脉的城堡一样 这个不可能的事 它现在证件逐渐的变得清晰 那我们说呀 当这件不可见 就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乐观 如果变成现实之后 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呀 接下来 真的真的变成了可能的事 那这个市场啊 很多方面将被改写 比如说如果呀 LK99 它是一个史文长按下的超导体 那根据它最终的工程特性啊 那么在 我们细分的话呢 可能有三种可能性 那么这三种可能性呢 都是基于两个核心条件 一个是呢 它能承载多少电流 就这类材料 第二个呢 它能承受多大的磁场 如果呢 通过了 这些限制中的任何一个 超导体就会停止工作 那么就我们就能区分好 它能工作的这个向线 期间 区间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设想第一个场景 那它是一个低磁场 低电流的这么一个材料 那在这个情况下呀 那起码的话呢 它对一些精密电子设备 一些小型封装的效率高 灵密度高的设备 可以彻底改变这些行业 比如说 变性的硬件行业 这个行业规模大概 6500亿美元啊 朋友们 手机行业价值呢 接近5000亿美元 电子传感机行业 2000亿美元 卫星价值700亿美元 我们这不是指的卫星整个啊 而是卫星中涉及到这些 能用到它的部件的系统的价值 GPU里边也要用到400亿美元 GPU200亿美元 天线的200亿美元 当然这是推特网友的大概估计 我是拿来给大家白话白话 那第二个场景呢 就是低场 低磁场高电流 这么一个场景 那在这个场景下呀 如果LK99可以承载大于1000安培啊 呃 这个这么这个就是两毫米平方的这么个大电流密度的话呢 但是不能承受高磁场 那么它在电力传输 开关 继电器 以及大型电器设备行业呢 也具有重要意义 那这个行业呢 更大了 像电力传输的话 3200亿美元 电线加电来 2000亿美元 我正在录一个超导电卵的视频 还没有做完 非常麻烦哈 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大的 另外呢 像开关和寄电器 我只强电呢 也有2250亿美元 以及其他的这种强电产品 那场景三啊 就是高磁产 高电流 那就更牛逼了 LK99呢 如果能在几个特斯拉的高厂 或者大于1000安培 两平方的这个高电量下工作呢 那我们可以通过更换电机 发电机 运输设备来彻底改变整个基础产业 并且呢 让核聚变 手挫核聚变 让它变为现实 所以呢 那它改变的行业就更不得了了 1.8万亿美元啊 这个支持发电行业的啊 因为我们现在你看看离了电 什么能动啊 电动机行业 电力拖动啊 3000亿美元 铁路货运2500亿美元 电力储能 200亿美元 哎呀 喝口茶啊 当然了 我们呀 不能把这些总数相加 是吧 因为 有时候呢 它会错综复杂 有的东西 有时候会在高磁场 高电厂工作 有的在低磁场 低电厂工作 不管怎么说 把这种叠加下来啊 它对我们 整个这个世界的改变啊 它是一个恐怕啊 就是假如说我们说的这个LK99超导体 它能够实现超导能够实现抗资性 那保守估计啊 它那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每年会带来接近3000亿美元的这个改变 也可能这个数啊 被远远的估计小了啊 那么随着这个如果为证实之后啊 它更多的特性被暴露出来 可能对我们的世界改变会更大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实际上呢 也有一些假的消息是在流传 比如说关于原论文的一些谣传 比如说撤稿啊等等 实际上这个稿啊 它就是这个预音版的论文 撤不撤无所谓的 现在我关心的是呢 那什么时候在Nature或者在Science上发表 大家知道啊 现在这些复现的论文实际上都具备了在Nature投稿的条件 那如果这个原论文一直不投 这个让人清和以堪啊 是吧 所以现在呢 这个事情发生了 现在啊 它所引起的这个效应啊 已经远远超过了寒流 已经远远超过了Queen Card 是吧 它对世界的影响 假如啊 能够一半被验证是真的 都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都不可估量的 那好的 这是关于啊 LK99最新的消息 2023年8月2号下午给大家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请您关注留言转发和点赞 拜拜 再见